名利林卢君洪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 首先感恩前来祝园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 辛勤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 甘露遍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将佛法与和平时光普照世界 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学佛修心改变命运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君洪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以及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名校 西安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 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 传遍世界 时隔一年 卢台长慈悲心系新加坡佛友 再次封城普普 历临新加坡这方佛家宝地 与大家结缘 是累世佛缘与殊胜因缘 成就了今日的相聚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度甘露变洒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怨 普度有缘 今天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邮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 共修组同学们的佛学问题 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 指点迷津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彭颖方同修 与我们分享 33岁的女儿化解关节 消灾解难 心灵法门殊胜无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是上海弟子 彭预方 渡过33岁的女儿化解关节 我来自上海 扩建遗体 峰会常怀 日出东方大决店的竞选并不算 作为组组组的女儿 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有时连家都回不了 曾经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过了一年 睡了下来 睡了下来得到了中央部位的肯定 然而女儿的身体 真是出了问题 自那以后 她经常做噩梦 梦里有鬼追杀她 因此不甘睡觉 2012年9月的一天 几段女婿来电 说我女儿满口 胡言纳语 说什么自己吵过了 前世纪的人都在通缉她 要她的命 她活不了多久 还要去墓地 跟老祖宗告别 并听着我们自己保重 随后我们 带她开了许多战战 都没有效果 后来我有幸 就要到了心灵法门的时候 我就马上开始了念经 做功课 念小房子 奇妙的是冬天晚上 先生和女儿 做了一个相往的梦 梦里有三个小鬼 把我女儿 绑在图纸上 将她抬到很黑的地方 先生几乎救命 瞎心会一直忍悍 女儿瞎得大焦火煮 我听说赶紧许愿 念小房子超度流畅的印领 当说送子 210张词先生梦见 小孩高兴的玩游戏 而且只有15天 我女儿身体基本非我正常 上班去了 谢谢官司 2013年我参加了香港法会 看到师父用时而深入 时而浅出 时而幽默的佛言佛女 让大家听得 曾经赞助 如辞如罪 彭湖大学的场面 是我折回师父 淹博的佛学知识 更坚定我跟随师父 修学心灵法门的决心 从法会回来后 便马上找手师佛台 由于刚学乎的不懂 一位好心的同学 却心情发忙的 在晚上抱我设了佛台 结果先生的女儿 大碗相继发病 我马上请求菩萨 慈悲原谅我这一股臭 并保佑我的先生和女儿 能找到恢复正常 并于第二天 在另一位同学的指导下 重新设了佛台 总算先生马上恢复了正常 但女儿又犯弃了脑病 跪在家人面前说 我这次一定要死了 现在佛祖和阿弥陀佛 都在旁边 来带我上西方几个时间 我活不了今天 明天一定要走 求求你们让我走吧 死在场的人都惊在了 不知所措 一个意念让我马上 打电话到东方台去求救 秘书师的师兄们 一边安慰我 一边给我挂了急诊 第三天 秘书师兄转大了 师父的开示 需要送八百张小房子 放生两千条鱼 赶紧师父上和师父 对我女儿杨小平的 慈悲保佑 使他度过了第二关 此刻他还与我一起 参加了2014年 马来西亚法会 在一间我共为他 烧送了一千六百张小房子 后女儿情绪稳定 工作身份都废话正常 然后我就把 他的小房子降位 一周烧送七张 结果2014年冬至前一天晚上 女儿身上来了个恶人 要把他带到地上去 随后几天 我女儿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出口商人 邻居叫他和前家人吵架 他开车时 叫他对着前面的车上 还让他设去了工作 并直呼我的名字 警告我 你就是念这一度的小房子 我也让你和你女儿都死掉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 于2015年1月 两次打通事务图腾电话 事务开始为公关 要念六十六张小房子 还指出 女儿身上有多个 要经过是他前世的问题 在要许愿 一千六百张小房子 放生四千条鱼 越快越好 否则真的要揍人了 于是我 这给女儿 把要经的 送了两千两百张小房子 其实终于出现了 女儿挣参了 我举动着 在佛特前 许下了终身 跟随恩师 如旧红头发 红发度人 一事修成 永断轮回 今天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能让更多的有缘终身 能相信因果报应 相信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菩萨 成的 是他们能够 他们能够找了 护米开悟 学乎念经 离苦得乐 感恩 那么大师 大悲救护救 那广大灵 跟观世音菩萨 感恩 那么大师 大悲恩师 如旧红台长 感恩 作为 荣天 菩萨 菩萨 感恩 同心们 如果我今天 讲的 不如如法地方 请菩萨们 原谅 请 菩萨 菩萨 原谅 谢谢大家 给我有这么 丝毫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 感恩 大家 谢谢 下面 让我们 欢迎来自江苏的 陈金凤同修 与我们分享 被医生 诊断为乳腺癌的 陈同修 通过 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现在 癌症指标 全部恢复正常 让我们 掌声欢迎 各位 同修 如我有不合法的地方 请师兄同修谅解 心灵法门使我战胜病魔 本人曾经奉 于在2014年清明前三天洗澡时 发现右车乳房有点疼 我右手一摸 发现有个肿块很大 我就告诉我女儿 女儿第二天请假陪我到医院 先是在第一人民医院挂好就诊 等了好久 到中午11点半了 女儿很着急 直接带我去找医生 医生一摸 就说要开刀 要把我右车乳房全部去除 还说我死不了 我听了一惊 这么严重啊 不能接受 女儿当时一边哭 一边打电话 问亲戚朋友 哪里有资料肿瘤的好方案 后来我女儿 我女婿说 不要在一家医院看 再到别的医院去看 看看 我吃完了午饭 到了 我们吃完了午饭 就到第二楼门医院看 二院的徐医生 给我们一个保守资料的方案 因为我的肿瘤太大了 直接去除的话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万一是不可以控制的 怎么办 现在的预料还没有发达到 对手中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们接受了徐医生的方案 保守资料 就是化疗 把肿瘤输小 说到不能再小了 就开刀 可以想象 一个家庭 发生了这样的事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我女儿和我 很无助 关系菩萨保佑 我女儿打了她在深圳同学 有有的电话 感恩 刘师兄 问她有什么经可以念 刘师兄就把鲁台上的心灵法门 告诉了我女儿 刘师兄在深圳 我们在江苏 她就把大贝咒 发微信给我女儿 然后我女儿抄下来 我再自己抄了一遍 刘师兄说 这鲁台上的心灵法门 能够救你妈妈 她的爸爸妈妈也都信的 女儿让我念 我抄写的大贝咒 四九遍 一天念一遍 两遍 已经很吃力了 女儿还天天打电话问我 妈妈 你念经念得怎么样啊 念了吗 后来 刘师兄让她的姐姐 把鲁台上的心灵法门的书 送给我女儿 我女儿就把书给我 我看着书 一遍化了 一遍看书念经 你们的耐用 让我醒悟 只有念经 求观世的菩萨 才能帮助我赞赏病魔 后来 念经请菩萨加世 我念经越来越盛长 一个月后 我能把大贝都败下来了 当中 我还 还去了 还去了我们这里的共修祖 求观世 菩萨保佑我 又全乳房 肿块消除 化料到第四小时 我的肿块 真的消除了 医生 医生都很惊讶 提前动手说 手说后 不幸福的丈夫 买了乌鱼和甲鱼 给我补生子 伤口一直补前鱼 我很着急 共修祖的同修 和我女儿讲 要想前鱼 必须许大愿 医生说 要开第二次刀 开道前 我在共修祖的观世 观世音菩萨向前 许愿 终生全树 放一万条鱼 第二次手说后 我就全树 我的兄弟姐妹 劝我不吃风 没有营养 你开完刀 你刚开完刀 等等 多少人劝我吃风 我女儿跟我说 你要活命 就不能吃风的 我在医院 第二次开刀 那会儿 我也非常感恩 共修祖的李师兄 他在我开刀前的晚上 冒以送念佛级给我 让我放在病房的枕头边 放百人合唱大对症 对我有好处 还有共修祖的郑师兄 沈师兄 傅师兄 舍的师兄 李师兄 美牙师兄 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师兄 帮助我女儿放生几次 放生我雪 一万条鱼 求观世菩萨保佑 保佑我身体健康 恢复健康 去属男症 我要感恩长州 这些同学的师兄们 感恩刘师兄 以及他的家人 让我即使到心灵法门 这么好的书 我现在每天做功课 念小房这五章 经常放生 都能发书 每次到医院检查 总有指标正常 我很高兴 2015年6月18号 我女儿和我到香港 参加鲁台上的法会 亲眼看到15万人的法会 现场次序紧难 鲁台上开示 看图腾 还有好多同修 现身说法 我很激动 心情改正 今生闻到卢处的法门 正是即使修赖的佛报 法会回来后 我更加努力发出度论 念小房子 每天小房子五章 每月放生 目前位置 共之放逾 两万一千九百五十条 乌龟五折 小房子两千九百张 从各度论三人 更能够多的了解心灵法门 了解鲁台上救度重生 救度重生 我们前世今世 犯了很多错 唯有业随生 我要承担嘴起 好好修行念经 真心忏悔 消除自受罪孽 跟着鲁台上 好好修行 修行念经 各位同修 只有许悦 念经 放生 好好修行 真心忏悔 丁佛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跟着鲁台上 救度更多的有言重生 让大家破米开悟 苏理信心 觉醒坚定 跟着鲁台上修学念佛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菩萨摩河沙 感恩 南无我利他 如君弘台上 我的发用 完了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的王宝琴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修习心灵法门 知音懂果 忏悔重生 原本水火不相容的夫妻关系 现在彻底改善 家庭和睦 让我们掌声欢迎 修心灵法门 改善夫妻感情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菩萨 感恩诸位龙谦护法 感恩 感恩 师卢君弘台展 感恩 祝位同修师兄们 今天 我有幸把自己十个月以来 修学心灵法门的经历 与感受 在此 与大家分享 我感到殊胜无比 法喜充满 如在分享时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观世菩萨 龙天护法原谅 及恩师卢君弘台展 原谅 我是因为婚姻感情出问题 在极度无助 与痛苦中 开始修学心灵法门 2015年6月8日 我在观世音佛前许愿 练一万遍解节奏 化解跟先生婚姻感情上的愿解 我性子很急 2015年6月8日那天 我请假在家 狂练解节奏 练得白沫横飞 嘴干舌燥 不吃不喝 头都没抬 练了一千九百遍 当时我天真的愿望 是五千念完一万遍 我跟先生的愿解就化解了 我先生的心就回家了 当夜观世菩萨 慈悲入梦 显现两根哭台给我 并点化我每天念 一百零八遍解节奏 用意念告诉我 解愿解也像去病抽丝一样 不能着急 我二婚的丈夫 前夫因癌症去世 与我是恶缘爆发 看我就像看 苍蝇一样厌恶 他从不主动跟我说话 家里敬得连根针 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我主动跟他说话 他就对我咆哮 动不动就赶我滚 生活费也停止给我了 他悄悄地咨询律师 偷偷地转移财产 我知道他是为离婚做准备 我感觉自己欺寒无比 食不下咽 夜不能寐 以泪洗面 绝望无助 极度抑郁之下 跳楼自杀的念头 常常旁聚在我心中 那时候我极度困惑 苦恼 万般无赖 念经没有达到 所求的效果 边有点怀疑 佛法法门 也产生了动摇 和退转的历恋 索性 关心屠下慈悲 让我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师父 卢金红台展的 一个重要开示 学佛的人痛苦一阵子 不学佛的人痛苦一辈子 我稳住了自己动摇的情绪 心渐渐地定了下来 开始精进地练经 练小房子 许愿放生了 菩萨梦中点话 送我四字 佛言佛语 随缘灭定 菩萨又从宝像中 忽然身上天空 当时面对一个空相框 我吓了一大跳 呀 菩萨怎么不见了 几秒钟之后 菩萨重回宝像中 并显化四个大字 与化重生 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知道是关心菩萨 对劣根性很重的我 提出了修心修行的要求和标准 菩萨显梦 让我看到我和先生的前世 我是个坏男人 吃喝嫖赌打老婆 我先生是我前世的老婆 被我打得躲回梁家 我还不犯过 所以这事我该受此果报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只有彻底改变自己 脱胎换骨的改变 才能重新迎回我先生的心 才能所求灵验养 必须忍辱 忍辱才能精进 才能修得身上有光 必须去除心中的欲望 才能像菩萨 为了尽快化解我与先生的愿解 我许大愿吃全树 许愿放生五千条鱼 并开始为先生念心经加解节奏 听了师父卢君红台长的开示之后 我知道我还要念化解夫妻感情愿解的小房子 并每天为我的先生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在我念化解愿解小房子的当夜 梦中显现一张日期为十八日 月份没看到小房子放在我的佛台上 佛台很亮 当时不知此闷何解 如今我知道 是预示我在两个月后的十八日 我先生对我的态度有好的转变 那天晚上 我先生一场惨态早早回家了 要知道我先生以前每天都是下半夜回家的 他提了一箱水果 语气很温和的叫我每天吃一个水果 他说你吃树要加强营养 我当时撒掉了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我觉得我是在梦中 我拼命的掐自己的胳膊 去马来法会 我先生主动开车送我去机场 还给了我三千两百块钱 明别时说 在外注意安全 法会结束又去机场接我回家 回家后还烧了热腾腾的数十饭菜给我吃 我先生先后两次 带我去西藏和泰山旅游 在登山的时候 我体力不支 他拉着我一同攀登 见我衣服单薄 他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我穿扇 他自己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心里很感动 很温暖 春节前 我先生给我买了好几件价格不菲的衣服 其中有一件 他特意买了跟我一样的情侣装 春节时 我腰痛 他带我去增山拿 理疗 春节后 他单位组织去国外游玩 他每次打电话回来 都嘱咐我把门窗锁好 注意安全 游完回来 给我买了很多化妆品 还给我买了一个奢侈品名牌钱包 如今的我 正在积极的调整心态 合理安排每天工作 学习 家庭生活 练经学佛的时间 一切菩萨妈妈帮着我朝有序的方向迈进 现在我先生在外应酬喝酒回家 我为他清洗呕吐税务 不嫌脏 不嫌臭 为他洗脸洗脚 端茶递水 他生病了 我衣不解代 喂药 喂水 虚寒问卵 悉心照料 心里对他不再仇恨 而是怜悯 体谅他在外打拼 压力大 不容易 过去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错 婚姻感情出问题了 把错都算在对方的身上 如今学佛了 懂因果了 知道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夜战感召 家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说理的地方 我先生现在常常会给我温情的微笑 眼神和卵心的话语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 这一切都要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神奇的心灵法门 这就是修学心灵法门带给我的改变 现在是末法时期 现在是末法时期 离婚率非常高 家庭恶元多 所以奋劝 跟我有相同遭遭遇和经历的人们 别再犹豫 别再蹉跎 赶紧学佛 赶紧修心灵法门吧 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半生 真的很灵验 他能够挽救婚 挽救家庭 还能够拯救人的灵魂 改变糟糕的命运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师卢君后台长 感恩诸位同修师生们 我今生今世 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师父一门精进 修学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做菩萨妈妈的亲手亲眼 弘法立身 救度一切有缘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彩灵同修 与我们分享 患有罕见绝症的侄女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手术圆满成功 迅速康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后台长 我是彩玲 今天我要分享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闻声救苦的恩德 也是我发的愿 故事的主人 是我十岁的侄女 江子余 子余今年十岁 在马来西亚一间 华文小学特殊班学习 她出世后就被诊断为 节节性硬化症 英文就叫做 Tuberocerosis的患者 这是一种罕见 多系统先天性的疾病 会在脑部 心脏 肾脏 皮肤 及其他的器官 出现良性的肿瘤 因此患者可能出现 癫梦 发育迟缓 无法原以 自闭 过动 脸上皮脂腺流 等症状 今年 我回马来西亚过年 得知子余 过年之后 就是二月十六日 年初九 要做脑部的手术 切除三点六公分 长在左右脑中间 而又不断 快速成长的肿瘤 不切除会有生命的危险 全家人也陷入焦虑中 过年也没有心情 子余的父母 在医生不断催促 必须让孩子 尽快把脑瘤切除时 更是六神无阻 毕竟脑部手术 非一般手术 我和家人都知道 一切都要靠观心菩萨 和祝佛菩萨的恩赐了 我们决定把子余 交托观心菩萨了 子余的父母已开始 持数念经 我们全家人发信 为他放生八千条鱼 也在我们家乡的一个观音堂 为子余祈福 我们相信观心菩萨 无处不在 一定会恩赐我们奇迹 让子余渡过难关 我发现先生分享 二十一张小房子 每天四十九片大被咒 直到子余出院 子余的小叔家人 也把他在家上 观音堂所作的 法布式功德 都给子余 我每天感念三张小房子 和四十九片大被咒 共念二十四张 就在新年后 子余父亲接到医院的通知 手术日期 延迟到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早上 我们都相信 这是观心菩萨的安排 无非是让我们大家 有多三天的时间做准备 再多念经 做功德 二月十九日早上 大约八点多 子余进入了手术时 手术医疗四个小时 他父母在手术 是不停地念经 子余外婆和婆婆 老人家也诚信 跪拜观心菩萨 我念了一百零八篇的大被咒 我也通知同学和朋友 为他祈求 都是观心菩萨的慈悲 祝福不断 来自不同的宗教和语言 就如佛陀所言 法法平等 无有高下 慈悲心来自我们本自具足的佛性 我们非常的感动 一位朋友念到香的烟在卢里打转 医生说手术非常顺利 子余四点多完成手术 醒过来 一切都像一锅天晴 苦难远离了 他可以马上把插在身体的管子扒掉 力大无穷的让手术的医副人员也招架不了 他寻找父母的哭声 连在手术外念经的父母也清晰可听到 身为父亲的见到孩子平安了 多日来的忧愁可说一哨耳光 子余当时完全不像 刚刚动了脑部手术 从麻醉中醒来的孩子 这都是观心菩萨恩士的奇迹 子余手术后下午四点多 直接被安排到ICU接受观察 但当天在晚上就被转去了普通房 手术后第二天 子余除了有点发烧和没胃口 身体状况良好 还要求看video和听歌呢 他的伤口也不用施麻醉药 观心菩萨恩士 真是让子余处处的医道贵人 一切事情都如心理所愿 子余是在政府医院求知的 他的医生可是神经科的权威 只能够用人心人数来形容 子余的家里医院满远 他的父母正盘算着 每天如何来回医院呢 院方却告知有一间单人的病房 可以提供给子余 在政府医院要活的单人病房 是不简单的 除了特别申请 院方要衡量病人的情况 还要看是否有空档 子余却非常幸运的活到分配 让他的父母可以24小时陪伴 也解决了本身梳洗的问题 无需舟车劳顿 这一切都是观心菩萨的力量 就在第三天 二月二十一日 医生来检查子余后 宣布子余可以在第二天回家 庆祝元宵节 从十九日到二十二日 短短的四天 子余恢复了网了的蹦蹦跳跳 可以回到家听歌跳舞了 原本要申请一个半月的病假 也提早消假回校上课了 他入四月了 根据学校的回馈 子余比手术前更有活力 也叫日中语学习 他的外婆也说 他的胃口比之前好 这是意料不倒的进展 我相信 只要我们家人一性向观心菩萨 念经放生向善 为他祈福 他必能早日脱离病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祝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祝隆天父法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师父的恩赐 观心菩萨 闻生救苦 真实不虚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